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幾個字,恆生領展弱勢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走勢一般 低開後反覆偏遠 跌幅一直擴大 最後全日都跌成200點開外,跌210點 收25682點 成交好在縮小一點 跌市縮成交,都算沒那麼傷 成交754億 今天跌得多,包括領展跌成2.8% 恆生也弱3% 更強,跌到160元 加上科技股都弱雞 信譽3.5%的減幅 拖累市,今日跌200點 今天再跌多一點 後市形勢點看 初步看,都是比較麻煩一點 無論是從外圍,以至香港本身 都是比較差一點的氣氛 一方面是外圍 中美貿易談判即將舉行 但在舉行前 傳出來的消息都不太利好 一方面市場又傳出 美國就好像想和中國打金融戰 再度傳出什麼呢 就是考慮限制退休金投資在中國方面 另一方面 審查指數 當它納入,對美國投資者有風險的企業成份股 就會做些事 第三個又說 會考慮將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除牌 以至不讓中國企業去美國上市 這方面都是金融措施 其實部分在之前都傳過 亦否認過 但日豪會再傳出來 究竟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大家都在想 起碼氣氛就不太利好 這就是消息方面 而真正做了什麼呢 就是美國方面將28個中國地方政策機構 以至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實施制裁 其中有8間比較勁的科技企業 都成為美國的制裁名單之中 包括做AI、資人工智能、人面識別 以至安防 監控的機構 其中海康威視 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 都是成為一個美國的實體清單 即是實施制裁 這對整個談判、氣氛就不太好 這個消息和這個動作 加上特朗普就說 本來大家之前預期或希望 中美可以達成小協議至短期協議 但今次特朗普就說 這不是你所希望的 他們想達成一份完整的協議 整份協議這樣說 才不是達成一部份協議 簡單來說 與此同時 他的屬下 白宮建制顧問 庫德諾 亦都說類似這樣的說法 雖然他比較開放 他對短期或長期的協議 都是開放 只不過中國一定要達到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就是市場准入方面 答應美國的要求 以至另一方面就是補貼 企業方面的結構性的問題 都要達到美方的要求 其中結構性的改革 譬如補貼那些政策 要達到美方的要求 看法也比較難 因為中國政府一直都不太願意 在這方面作出讓步 而最新的外媒引述的消息人士 都仍然有這樣的說法 不會就著一些企業補貼 以至工業政策方面 這方面關鍵的事項作出讓步 換言之 整個氣氛好像都是一般 現在聽完這番的說話 以至看完剛才的傳言 以至美國政府的行動 現在大家對期望降低了 會不會有納暗花明 又一穿 特朗普因著美國經濟的最新情況 以至政治情況 加上股市情況 會有不同的做法 就要等著超 例如說到股市 股市這陣子走勢真是弱 《盜瓷斯公平》 只收盒也在看 剛剛跌了300點 即是昨天收市了300點 已經穿了100天線 再次穿下去 在考驗 向250天線進發 這幾方面因素 會不會令特朗普 有不同的做法 這個大家要等著 第二個因素 也算是英國和歐洲 談英國脫歐的問題 都不是要談得對 大家互相指責 最基本原因就是北愛爾蘭的情況 究竟北愛爾蘭能否留在歐盟的關稅聯盟 這就是雙方爭拗的點 現在看起來互相說我不對 我又說你不對 在10月10日 談得成的機會越來越小 只不過談不成不等 如立即會在月底硬脫歐 可能英國又會再延長 又申請延遲脫歐 到明年一月 總結來說 接下來這幾天 美歐和英的談判氣氛 應該是一般 都不像突破性的發展 所以對港股的氣氛 都相信是負面居多 加上香港本地經濟股表現 今天真是糟糕 點題有幾個字 恆生和領展弱勢 恆生和領展都是屬於本地經濟股 一個是銀行 另一個是收租物業 REIT 走勢非常弱 都有可能對的事不大有利 分析一下這兩種股份 技術走勢如何入法 這個就是領展 可以當作複式的頭肩頂 這個就是左肩 這個中間就是頭 這個就是右肩 你見到很明顯 昨天已經穿了250天線 今天進一步下跌 去到83元 已經穿了這條頭肩頂頂頂線 穿頭肩頂頂頂 換言之 確認跌穿頭肩頂 這就是麻煩的 恆生指數也不好得好 恆生銀行也不好得好多 其實一早已經跌穿了250天線 今天再跌 再跌一點 穿了160元 160元的關口有什麼重要性 除了心理關口之外 亦都是倒轉的杯與柄 或者杯與柄頂頂頂頂線所在 這條頂線 這個就是杯 這個就是柄 倒轉了 這條頂線穿了 雖然穿得不多 幸好穿得不多 但是穿了也有些頭尺 加上被大摩唱衰 看探 又跌穿了杯與柄頂線 整個形勢都一般 無論是領展以至恆生 後市都比較頭痕 在這種情況之下 恆生指數應該比較麻煩 游行就是國企和上證不算太差 特別是上證 今天是上升 重上50天線 走勢算是帥氣 在環球股市而言 在這種情況之下 恆生指數雖然頭痕 但希望不會跌太多 25,500元的第一個支持位所在 如果守不到 可能要試一試 25,000元的心理關口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